Hello,大家好,我是Andy,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关注我的频道,免费福利,送不停。 今天再给大家带来一个不用拔卡,不用修改手机的国家地区等等这些设置的一个使用TikTok的方法。 那么众所周知,我们在国内要使用TikTok的话,一般有两种方法,一个就是更改国家地区,包括一些其他的设置。 另外一种就是用的这个印度大神或者俄罗斯大神更改的第三方的这个TikTok的软件。 其实随着科技的发展,这些方法都可以淘汰掉,不用。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全新的方法,只需要用到两款软件就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不需要更改手机的这个root功能,包括国家地区语言等等这些设置,也不用修改定位, 让你的手机轻轻松松的可以用到TikTok。 好的,话不多说,我们进入正题。 首先的话呢,我们要先在我们的手机上做一个更改。 我今天同样用华为的手机来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首先,我们要通过一个数据线,把手机连到电脑上。 当然连之前的话呢,还是需要打开USB调试的啊。 大家看到我这边是用的是一个安联的一个投屏软件。 我们打开手机设置。 不同的手机的设置方式大同小异。 它的最下面,关于手机这一边。 然后找到序列号,连续的快速的点7次, 它就会出来打开这个开发的模式。 然后我们到系统和更新这一边。 拉到下面呢,这边有个开发人员选项,打开它。 打开以后,把开发人员选项这个按钮打开。 然后再朝下拉。 拉到下面这个地方呢,有一个USB调试。 有一个USB调试。 这个功能一定要打开。 然后这个连接USB始终是弹出提示。 也可以把它打开。 那这边通过USB验证应用。 这个到时候给手机安装软件的时候呢, 它会用到这个功能,也一定是要把它打开的。 好的,准备工作做好以后呢, 我们回到电脑单。 我们直接在gethub上面输入这个nrfr这个软件。 那打开以后呢,我们朝下拉。 这个软件呢,它是免root的sm卡国家码修改工具, 让你的网络更自由。 也就是说,它假装把你的srm卡的这个国家码给它修改掉。 那骗过这个tiktok,让它检测不出来, 你现在的卡到底是中国移动的, 还是中国联通的,还是什么的,其他运营商的。 那么nrfr呢,它是一个仅通过调用系统机接口就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不需要root啊,通过修改国家码,就可以实现这个解锁运营商的一个限制, 包括漫游,包括这个srm卡的识别等等。 那么它的好处呢,是不需要root,不需要修改系统文件, 不影响这个系统稳定性,不会对srm卡造成任何的影响。 也就是说呢,这个虽然它会修改你srm卡的属性, 但是呢,它不影响你的卡在国内的使用。 另外来讲,只要你的系统不升齐的话, 你这个设置完以后,你这个一直都是可以用的。 假设你系统不小心升齐了, 那么你把我现在的这一个流程重新再走一遍就可以了。 好的,我们点这个release,进行一个下载。 这边是几个下载的,我们选第一个啊, 因为这一个只有nrfr的一个apk, 我们点这个,这个里面的话呢, 它会有一个自动安装的一个软件, 我们点击给它下载一下。 好的,下载完以后,我们把它弄到桌面上来。 就是这一个啊,我们给它血压一下啊。 血压完以后,就是这一个。 手键夹,我们双击打开它。 那么现在要确保你的手机是跟电脑是通过USB线连接的啊。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点这个快速启动工具, 双击打开它。 这边选择设备,它自动就识别了我的设备啊。 设备编码是这个编码。 这个宝贵手机。 OK,我们点确认。 然后这边的话呢,它现在需要安装两个文件。 一个就是nrfr,还有一个就是始祖库。 这两个都要通过这一个软件安装到手机上去。 我们这边点确认并继续。 这边安装必须的应用,我们点击安装一下。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手机上呢? 现在就出现一个安装的一个界面,它有风险提示什么的。 我们点继续安装。 好,然后点这个了解风险。 这里你了解。 然后仍然安装。 然后输入一下密码。 好,始祖库安装以后呢,这个nrfr也是一样的。 我们继续给它安装一下。 好的,安装完成以后。 现在就是这两个东西啊,这两个东西。 我们先不管它啊,我们还是到这边来,继续下一步。 现在已经安装完成了,我们继续下一步。 下一步的话,现在是要启动这个始祖库的服务。 我们确认并启动。 现在启动中。 那,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手机上啊,它自己这个正在运行。 运行这些东西,我们都不管它。 那,这个地方,始祖库取,启动完成以后呢,我们再启动nrfr。 点击一下,现在启动中。 那,我们再回到手机上这边,要允许nrfr使用始祖库吗? 我们这边点始终允许。 好的,到这个界面以后呢,我们就选这个sm卡。 好的,到这里来以后呢,这个我们卡本来是中国联通的,我们给它改一下。 改成这个,呃, 美国,然后选择国家码这一边呢,我们也是同样的啊,选择一个美国。 啊,us,然后运营商呢,随便选择一个这个美国的运营商。 比如说就这个,啊,然后我们这边点保存生效。 啊,啊,这里设置已经保存啊,就保存。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退出来啊,退出来。 退出来以后呢,我们在手机上啊,我把它放大一点。 手机上我们通过这个软件下载TikTok,我们首先打开一个这个VPN。 那这个VPN呢,之前我也有给大家介绍过啊。 啊,它里面呢,全部是美国决定。 那,啊,我们点击,可能连接它。 好的,现在连接上以后呢,我们回到主页啊。 我们点开这个APK,PURE这一个,我们打开它。 打开以后,我们直接在这边搜索TikTok。 搜索出了以后,我们直接选第二个啊,直接是这一个就行了。 呢,我们点安装。也就是说呢,我们通过全面的修改以后,我们使用的是官方的版本。 大家完成以后呢,它进行一个安装。 好的,安装成功。 好的,安装完以后,我们直接点打开。 下面点这个同意并继续。 这边选择喜欢的内容。 我们随便选几样啊。 然后下一步,这边上滑,开始看视频。 我们上滑一下。 好的,现在以后的话呢,可以接刷视频啊。 可以直接刷,这个速度也非常快。 OK,我们点一下这个主页。 我们点右上角的三条杠,这边的话呢,你登录了以后,这边可以直播。 啊,内容编号这边呢,可以有这个刷新动态什么的。 然后语言这边呢,你给你这个,呃,修改你喜欢的语言。 这些东西呢,你们就按需这个测试啊。 这边刷视频,绝对没问题。 那你登录以后呢,这一边这个,呃,点赞啊,留言啊,关注啊,都是没问题的啊。 好的,今天的视频呢,就介绍到这里。 感谢观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